每逢佳节被私侵 出行安全要当心 高铁之上全禁烟 烟饮咋大也要忍 高铁上抽烟 这是自己不想回家 还是不想让一车人回家 下面这位都被乘警抓现行了 还搁那儿扒扒呢 高2634次列车上 烟雾报警器突然响起 随后列车降速运行 当烟雾报警器响了之后 它是第一个从卫生间里出来的 而且它神情也有一点可疑 所以我们觉得它吸烟的口感性最大 面对民警的猜测 这名男子立刻否认 你从没抽烟啊 从没抽烟 你上车了没有抽烟 你身上有烟吗 有烟 你拿出来看一下 火呢 有火吗 没有火 我叫我老乡 你莫说什么 正眼说假话 你看看 这都是啥 当时我戴着手套 仔细地查找这个 卫生间的垃圾箱 在垃圾箱内找到一个烟头 跟它兜里的先烟品牌是一样的 当时找到火机了吗 当时找到火机了 火机也在它身上吗 不在它身上 在这个高铁椅背的后面 火机 你弄哪儿呢 你的火机你的烟是吧 男子承认 他是第一次在高铁上吸烟 列车降速后 他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就扔了打火机 开始撒谎 列位号吞云吐雾的 而且银比较大的 咱们在这儿递给您普普法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高铁动车组列车上吸烟 属于危害铁路安全的行为 铁路公安机关可对行为人 处以500元到2000元的罚款 除此之外 在高铁动车组上吸烟 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并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